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1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新当选并获中央政府任命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贺一诚 习近平对贺一诚获中央政府任命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表示祝贺 习近平说 长期以来你秉持爱国爱澳立场热心服务澳门社会 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澳门立法会主席等多个公职期间尽心尽力 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为澳门繁荣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央对此是充分肯定的 在这次行政长官选举中 你高票提名高票当选 坚定维护宪法和基本法权威 传承爱国爱澳的核心价值观 贺一诚对中央政府任命他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 深感荣幸 决心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下 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 维护好宪法和基本法权威 维护好中央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良好关系 维护好中央的全面管制权 维护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推进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行稳致远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9月11号上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贺一诚 颁发任命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第五任行政长官的国务院第719号令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主持颁发国务院令仪式 李克强首先祝贺贺一诚 当选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 李克强表示 澳门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经济快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 各项事业显著进步 社会和谐稳定 与内地交流合作不断加强 这是历任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团结奋斗的结果 也是与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李克强强调 今年适逢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 中央政府将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澳人制澳高度自治方针 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全力支持新一届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积极作为 贺一诚感谢中央政府对他的任命 表示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 就职后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 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努力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